歡迎回到博恩夜夜秀 今天這個座位呢 可以說是現成辣妹 因為呢 接下來這位來賓 他非常忙碌的在到處改寫別人講錯的話 沒錯 他就是台灣首位 民選女總統 三軍統帥 辣台派中的辣台妹 讓我們掌聲歡迎 蔡英文 我的天啊 今天非常開心 蔡總統可以來到我們現場 我看到也穿了一個非常好看的花襯衫啊 是 謝謝 今天總統來會緊張嗎 應該還好吧 因為我也很習慣 台下就一顆一顆的人頭這樣坐滿了 OK 因為今天為了迎接總統呢 這個安檢做得非常的嚴格 真的是讓整個觀眾在進場動線搞得非常非常麻煩 呃 這個真的很不好意思啦齁 因為 總統在的地方要進行安檢 這是法律的要求 總統也不能夠改變了 所以真的很抱歉 那不是你自己要求的 喔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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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份 這是 這是法律規定的 我身份特殊 OK 好 因為我在想說 在別的國家 不承認台灣是國家的那些人 我們的地位其實是一樣的對不對 就是曾先生跟蔡女士這樣 可是 在台灣這個民主國家 我們的地位還是一樣的 就是曾先生跟蔡女士啊 我 蔡總統真的很擅長改寫別人的句子啊 這是 最近的一個新嗜好 對不對 對啊 那我很好奇 總統除了安檢 你去哪裡都要安全 或是有隨行人員 有什麼別的東西 也是以前很喜歡做 然後現在沒有辦法做的嗎 呃 大家都知道我喜歡開車嘛 那我有一次也想開車 我問我的隨戶說我可不可以開車 那他們開完會以後覺得說 呃 可以開車 但是前面要有一輛車 後面也要有一輛車 所以其實是可以開車 只是太麻煩了 啊 對 那 假如一般只是去便利商店 買個宵夜這種呢 那 要前後兩台車 那 你就會發現我周圍 就有好多人跟我一起在走路 那 呃 你如果特別要求他們一點的話 他們可以把他裝作是路人 然後穿便服在旁 真的可以這樣子 呃 可以 他們可以配合改變服裝 所以這個是 哇 這個是總統才需要這樣 副總統需要這樣嗎 好像也是這樣子 他也是這樣 所以你不能派他去買泡麵子 恐怕有點困難 不行喔 不行 OK好 我很好奇 我個人非常好奇 你們平常是怎麼稱呼成副總統 你會說 欸 賤人這樣子 我就知道這一題有陷阱 我現在就稱呼他為 副總統 副總統 很安全的稱呼 很安全的稱呼 那如果他做很討人厭的事情呢 他偷喝你的水 喔 賤人 不會 還是不會 欸 我覺得你跟傳說中的一樣的尷尬欸 我何其無辜啊 剛剛每個都有笑聲欸 好啦好啦 所以那個 不講別人的事情 我們回來 我們回來 回到總統身上 我很好奇 因為現在如果要去做很小的事情 就會變得很麻煩 有沒有什麼是 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 然後總統反而變得很方便 我覺得現在最方便的一件事情 就是到警察局去借用洗手間 你有做過這種事情 警察 喔 警察 警察都不會攔你 一般民眾 有沒有警察曾經不認得你 所以我想借個廁所 你誰啊 你誰啊 嗯 通常總統去以前都會有人通知他說 哈哈哈哈 等一下總統要來 總統現在有點想尿囉 總統 對 不是不是 那個代號叫101 101 我們現在知道了齁 台灣101 你像真這個 這個是想要上廁所的意思 好好玩喔 好好玩 對對不對 沒錯的確有一個 的確有一個 那 今天其實我知道總統來這邊 我覺得總統應該要非常慎重 對待這件事情 因為 這個影片一發出去 網友是很無情的 他們就會說 哇總統整天就在那邊搞笑 你都沒有在做事情 所以我們今天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 就是搞笑也要有 但是認真的也要有 可以嗎 對對對 確實是如此 好好好 再用你的功力囉 OK好沒問題交給我 沒問題 唉拜託 我沒有問題啦 所以第一個問題就是 總統最近 YouTube破十萬訂閱 剛拿到獎牌 對對對 這個 不錯吧 恭喜 我個人有兩個頻道 都已經破十萬 我到現在一個獎牌都還沒拿到 那 我去提醒一下Google OK好好好 我很好奇 在參與這個網路影片的時候 總統的參與度有多少 晚宏不是我的專業啦齁 我現在做的工作是總統的工作 是 那 那 嗯 但是呢 我還是要跟 像你這樣的網紅 一起來 合作 因為 我總統 有一個 很重要的任務 要證明宣導 我剛剛聽到一個關鍵字 像我一樣的網紅 我很好奇 這是什麼樣的網紅 就是 有知性 又尷尬 阿 又好笑 OK 這個不錯 這個不錯 我都不知道蔡阿嘎也是知識型youtuber 但是 就是 我之前有聽說總統的幕僚講說 在拍一個影片的時候 你都會去質問他們說 我拍這個影片意義是什麼 對 因為我不能為了拍一個影片 去開一個影片嘛 因為我的職業不是網紅也不是明星嘛 但是我去拍一個影片 總是要有一個政策目的嘛 或者是總統的工作的目的 所以我都會問他說 那我們這個的意義在哪裡 我都會去問他們 那今天這個行程是忘記問還是什麼 好啦好啦還是交給我 大家不要緊張 不 因為有一個知性好笑 的這個 而且尷尬的 這個主持人 我想這一句可以不用問了 OK 那我們回到 因為網路上的酸民 之前總統有講過一句話是 呃 您在網路上被罵的次數 比我們的賴公德院長多很多 我想要知道 總統會去看現在YouTube頻道下面的留言嗎 嗯 不只是YouTube 很多地方都會有 留言啊 或者是有人有評論啊 其實網路上蠻多的啊 那你有沒有一個分身帳號是 專門去嗆他們的 啊 我沒有分身帳號 但是我有一些支持者 會建議勇為 哦 支持者 最近呃 有一位 台北市政府的市長 他被問說 覺得是不是比 比總統優秀 然後他的答案是 of course 今天想要問總統說 你覺得 您的英文 有沒有比柯文哲優秀 我要用不同的發音回答你 叫做of course 好 反正今天的目的就是想要 那個各個人都攻擊過一遍 我們剛才在報新聞的時候 還有一個最大條的新聞 就是最近郭台銘宣布要參選總統 對 那呃我想要問 蔡總統是不是心裡面其實鬆了一口氣 因為一直被罵 哦 資進黨 然後出現一個大右派這樣 這是你說的 哦 好 我說老實話好了 因為我個人是覺得 蔡總統這幾年的民調啊 最大的一個轉捩點 就是 勞基法修惡 然後 不 修改 勞基法修改 蠻尷尬的 讓一部分的年輕人不是那麼開心這樣子 然後就想要請問總統 既然都聊到這個 就是到底是偏左還是偏右啊 對於勞基法修改 您目前認為是滿意的嗎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困難的工程 因為 我們一方面想持續的去改善勞工的權益 讓勞工不要那麼辛苦 降低他們的總公司 也希望他們的薪資可以提高 另外一方面 其實台灣也面臨到一個 滿關鍵性的時刻 因為我們有很多的中小型的企業 都面臨轉型的時刻 也有很多年輕的創業者 他在創業的初期 他們也是處於很困難的 那這些人都是雇主 所以 對我們來講 其實這種小型的企業 或中小型的企業 企業主跟勞工 其實手心手背 都是肉 所以對執政者來講 要維持這個平衡 確實是很困難 所以 在過去的一段時間 或許 大家會看到我們 在這個維持平衡過程中的這種困境 但是 或許大家是不滿意 或者對我們很多的批評 我都可以理解 但是真的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理解說 一個政府 在一個這樣的社會的結構 跟經濟發展的階段 確實是要維持一個平衡 是一個很困難的過程 但是即便是如此 過去的兩三年來 我們對於勞工的權益 確實是盡我們的所能去把它做得更好 我們的最低工資 我們執政將近三年已經調了三次了 現在的最低工資是兩萬三千一百元 就是正式的把我們長期以來 揮之不屈的惡夢的22K 就把它拋開來了 這個對我們來講 確實是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 另外我們對於非典型的勞動者 因為他們是最弱勢的勞工 我們也開始政府帶頭做起 到了明年 我們會把這個非典型的勞工 變成是歸零 換句話說 我們希望他們變成是正式的勞工 而不是一個非典型的勞工的形態 我會不會講太久了 有一點點 那下面請你來 好 相信這個嚴肅的談話 暫時告一個階段 我想要念幾個在網路上的宣明 就當時 我們同步發佈這個 蔡總統要來上節目的消息的時候 PDT有一篇報文 然後下面有一些 嗯 算是愛之聲哲之切的留言 對 稍微念幾個給總統聽 有一個是AndyCat5566 他說 空心菜有稿給他念都這麼廢 沒稿可看 還蠻想看有多廢 我今天沒稿啊 沒有稿 好啦 我知道 我知道 但這畢竟到時候會在網路上是一個 呃 我們要證明嘛 我們要證明說 沒有稿照樣可以講得很好 所以接下來想要請總統 看到底是靠稿子還是腦子 感覺小英總統的反應算是蠻快的 我們接下來就要玩一個遊戲 看到底是多快 這個遊戲呢 叫做 五秒定律 五秒定律 接下來我們會有五秒鐘的時間 看 我們抽一個題目 然後它裡面會有三個 你要說出三個東西這樣子 看有沒有辦法在五秒之內講出來 可以嗎 一定要三個嗎 一定要三個嗎 嗯 如果沒有的話 就 喝一口水 我不敢出發總統 我怕 我怕等一下國安單位全部衝上台 好 好 好 所以這邊有一些 我隨便抽出一些啦 然後我洗個牌 以免你作弊 對不對 好 我抽出第一張 然後五秒鐘的時間 好 好 說出三種只有女性才可以做的事情 其實只有一種就是 呃生小孩 現在女性什麼都可以做 連總統都可以做 三軍統帥可以做 OK 遊戲規則我再說明一次 五秒三個東西 好不錯 但是剛才的答案我喜歡 所以讓你過 好 好 接下來要守守守規矩一點 對不起我忘記了 這個很酷 因為他剛好倒過來 然後小豬豬跑跑 跑到底就是五秒鐘這樣 所以我們等一下用這個 好 好說出三件 媽媽不想要讓你做的事情 不抽菸 不喝酒 不搞政治 哇 好 所以總統沒有聽媽媽的話 那顯然是沒有 但是不抽菸是對的 OK不抽菸很好 這個等一下總統反應也太快 我很好奇 這有這麼好答嗎 我我玩一題好不好 好 因為我們在辦公室玩的時候 很困難耶 你知道 就是五秒鐘講出來 好那總統抽下一題 然後換我 換我答 你答是不是 對對對 好來 你希望父親 能給你的東西 呃 關愛 錢 還有房子 這個很不錯喔 過關過關 可以啦 可以啦 簡單啦 這一題不太難啦 對對對 要不要再考我一題 這樣可以啦 這樣可以 剛才的那個答案有從一個 有理想的青年 慢慢變成一個 社會化的 好我們就玩最後一題好不好 好 好玩最後一題 好 請說出 三種用嘴巴做的事情 喔 呃 吃飯 說話 唱國歌啊 喔 唱國歌 請問唱的是哪一個國的國歌呢 請問唱的是哪一個國的國歌呢 當然是中華民國國歌啊 中華民國國歌啊 你一定以為總統會唱哪一個國歌 哇 這個反應 總統反應真的很快 哇真的很快 那接下來我們要進入 我覺得 總統今天來了 終於可以聊一些 只有總統才可以講的事情 我個人非常好奇 因為在美國的電影裡面啊 他們都會演說 總統在交給下一棒的時候 他們會有一些國家機密檔案 有整個一個資料夾交給下一任 我想要問 馬前總統 有交任何東西給蔡總統嗎 沒有機密檔案啊 但是 有一些 留下蠻多那種 該處理沒處理的事情 我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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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辣了 OK 所以國家機密這個 了解了 有夠辣 我下一個想要問的是 因為總統其實是三軍統帥 所以一些國防的問題 這個軍事的 國內沒有人比您更適合回答這個問題 我其實腦袋有一種 有一些想法 就是台灣可以做什麼事情 我已經想到 如何讓美國承認 台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總統想要聽嗎 請 這個非常簡單 我們派一個人拿著手槍 去美國五角大象 然後對空擊槍 BANG 說我們跟你們宣戰 然後這時候他就趕快逃回來 這時候很嚴重 是國與國之間的戰爭喔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等 美國打回來 到底是會打台北 還是北京 原因是因為 假如他打台北的話 我們就可以說 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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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可是如果他打北京 我們也不會太難過 那個 有沒有 雙贏的局面 雙贏的局面 請問總統什麼時候出兵呢 呃 主持人 你是不是PTT看太多了 我們作為一個區域的負責任的一方 我們會維持 同時也會盡我們最大的能力 來維持這個區域的和平穩定 但是維持區域穩定 不是只有我們一方 所有相關的各方 都要一起來共同維持 區域的和平穩定 受教受教受教 最後一個階段 最後一個階段 因為今天 我覺得我背負著一個壓力 因為最近有一個事件 大家非常想要聽總統的意見 然後就是 總統對賴清德這個人的想法 其實我們也會知道說 這個氣氛會有點奇怪 所以我們特別請了樂團 等一下會用一個非常浪漫抒情的配樂 然後希望總統對著那一集 有沒有一些心理話想要跟 呃... 跟賴院長講的 就直接看到他的心靈深處這樣子 呃...真的要講 應該叫清德還是叫賴前院長 你... 呃... 一加一一定是大於二 支持者想看到我們合作 我們就應該合作 我們一起來度過我們最具挑戰性的時刻 哇... 真的相信清德在天之靈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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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玩笑開玩笑 但我還想要聽到另外一段 就是... 有另外一位先生最近宣佈參選 郭台銘先生 不曉得... 小英總統有沒有什麼心理話想要對他說的 呃... 郭董事長 呃... 選總統不需要馬祖託夢 自己決定就可以了 那最後 因為...呃... 就是最近 一直有人出來講...講錯話啦 講一些不該講 那總統也有糾正他們 最後... 最後是不是可以請總統跟所有全國的觀眾呼籲一下 關於民主 這兩個字 您覺得代表什麼樣的意義 民主 民主是台灣最重要的一個價值 那... 外國 國際社會敬重我們是因為我們有一個好的民主 在民主機制底下我們都可以有自由的生活 不論是言論自由還是我們生活的方式 所以如果我們沒有民主的話 那台灣人的所珍惜的價值就不存在 所以在這裡我要跟大家說 2020年的選戰 就是我們民主價值的一個選戰 我們要堅持台灣的民主 2020的選戰 是一個我們要堅持有一個自由 民主獨立主權的現狀呢 還是要走上一個被統一的進程 這是一個很關鍵的一個選戰 所以我要請大家相信台灣 相信民主 蔡英文是唯一的選擇 OK 非常非常感謝總統今天來講我們的節目 謝謝 謝謝 各位掌聲謝謝蔡英文